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歐志昌老師。 接下來這個部分呢,我們要來介紹科學記號。 那科學記號是一種我們用來簡記遇到非常大非常小的數字的一種方法。 接下來我們來說明科學記號的一些狀況。 首先科學記號的部分,我們先用計算機來做一個看起來很繁雜的計算。 請各位同學可以拿起你手上的計算機來算這個問題。 123456789乘987654321,那你會得到多少的答案呢? 這個題目你在按的時候應該會發現這個數字好大。 首算應該很困難。 可是你真的去按了計算機之後啊,你看哦,老師按出來的結果是長這樣的。 好,計算機所呈現的結果是1.219326311。 好奇怪,上面還有一個17小小的數字。 那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減記方式呢? 還是說,這個就是它的答案了。 很顯然的,我們來看一個最簡單的檢查。 你在做乘法的時候啊,你把123456789的那個尾數是9。 那另外後面這個數呢,98765321的尾數是1嘛。 如果你做乘法的話,你各位數乘各位數應該得到9。 那你看計算機呈現的結果,你看到最後一個數字應該是1。 那怎麼會跟你平常做乘法的感覺不太一樣呢? 其實啊,這個結果呈現的應該不是這兩個數所呈起來真正的答案。 計算機呢,它會受到整個畫面的呈現方式的一個限制。 所以,它為了呈現這個結果,它會採用一種10的密次方的方式來記錄你所算出來的答案。 那這個方式呢,可以讓我們看到這個乘法結果的大概的樣子。 所以計算機採用了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很大的數相乘,它的結果會是什麼。 那如果很大的數,它是這樣處理的,那很小的數呢,我們也來看看。 現在呢,請你用你手上的計算機來算一下,3除以123456789。 那很顯然嘛,3比這個數小很多嘛,除起來應該是0.0000,很多個0。 好,那你可以按按看哦,等一下計算機會給你看到什麼樣的樣子。 好,那這裡呢,老師按出來的結果長這樣。 好,那你們看一下這個計算機上面所呈現的是這個黃色的方框。 它寫了2.43000022。 好,你注意看哦,剛剛啊,在很大的數上面寫的是17嘛。 有一個小小的數字寫在它的右上方。 那你現在看這個計算機的右上方寫什麼? 負08。 欸,寫法上有點差異耶。 那其實呢,它寫的是2.430000022乘10的負8次方。 同樣的,計算機因為受到這個畫面的限制, 遇到很小的數字啊,它也會用10的密次方來做紀錄。 好,那所以它為了呈現很大跟很小, 在那個10的密次方就會產生正的整數跟負的整數。 那像這樣子啊,它要去紀錄很大跟很小的數, 它會採用10的密次方來呈現。 這就是所謂的科學記號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當我們面對數值很大或很小的數字的時候, 我們可以採用10的密次方來記錄數值這樣的想法。 主要是要讓我們從10的次方來感受到這個數值的大小。 那這樣的方式呢,就是一種科學記號的一個處理方式。 那我們來看它的定義。 其實啊,任何一個正數A,一定可以唯一表示成m乘10的n次方。 那這個m,我們有限制的,把它設定在1到10之間。 1是可以等於的,10是不可以。 因為呢,如果把10看成1乘10的話, 那它就會歸類在1這個地方。 那那個10的話呢,又可以寫到後面10的密次方去嘛。 所以呢,1是有等號10沒有。 那這個部分呢,m我們是稱為科學記號的係數。 那這個n主要是在呈現它的大小嘛。 有10的幾次方,所以我們稱它是指數部分。 那這個是我們寫科學記號的一個標準表示方法。 接下來我們來談科學記號可以幫助我們做估算大概的數字大小的一個判定。 那我們來談一下有效數字這個概念。 比如說剛才的這個題目。 123456789,你乘9875是321嘛。 你算起來是這樣。 剛剛已經說啦,其實你看到的答案,應該不是它真正最後的答案。 計算機呈現給你的應該是它的畫面可以給你看到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那個個位數根本就不對。 那1.219326311,這個東西應該是前面幾位的數字嘛。 然後10的17次方是告訴你說後面其實還有很多。 那我寫的科學記號會這樣子。 那我只能給你看前面的。 那如果說我其實也沒有很在乎每個東西精確到那麼的多。 那我就可以說啊,我想要對這個數進行估算。 我就可以說我想要看幾位的有效數字嘛。 因此我們就可以來做有效數字的選擇。 我到底要選幾位? 幾位的有效數字對我就可以了。 好,因此我們來定義一下有效數字是什麼。 對一個不是0的數呢? 如果你跟我說你要取N位有效數字的估計值,請注意了。 當你取有效數字,你等於是取它一部分嘛。 所以它不是完整真實的答案,叫估計值嘛。 那這時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把它變科學記號。 然後再將它的係數約至N-1位小數。 注意哦,是約嘛。 所以你要做四捨五入。 那如果你要取N位有效數字的話,小數部分就是取N-1位。 那你取完之後再把它換回原數值。 原數值的話就是沒有做科學記號的。 或者說你要用科學記號呈現也是可以。 那這就是我們想要對這個數做估計的一種方式。 那接下來呢,譬如說,針對這個題目啊,我要做四位有效數字的估計值。 那剛才計算機告訴你是這樣嘛。1.219326311嘛。 乘10的17次方。 那我現在要做四位的有效數字估計。 那我就是要在小數點後面取三位小數嘛。 所以呢,我就先把它變成科學記號之後呢。 我在小數部分就只取三位。 那取三位的時候,你有沒有注意到1.219,它的下面一位是3,所以會被捨去。 因此呢,你看我用了一個近似值的符號叫1.219乘10的17,也就是說這是估計的。 那如果你要劃回它原來的數值大小,10的17次方就是你把三個0給小數點用完之後是1.219嘛。 後面會跟14個0,這就是它的原始數值。 好,這個就是有效數字的估計值,你要怎麼去用它。 那另外,如果說我們把這樣的想法拿來處理我們遇到的問題。 比如說,老師最近去查了2018年的統計啊,台灣人口數大概是2357萬人。 欸,那我們來練習一下,寫成科學記號它會是什麼呢? 2357萬就是2357000嘛。 那你寫科學記號就是寫成10的幣次方,可以寫成2.357乘10的7次方。 好,那這樣子是科學記號。 好,如果呢,我進一步跟你說,其實我不想知道的那麼的精確,我只想取三位有效數字。 我想估算一下。 那這時候你要注意啊,三位有效數字的話,你小數點後面就是取兩個嘛。 好,所以,這一個2357萬寫成科學記號之後,我取小數點後兩位。 第二位是5,它的下一位是7,那這時候你要進位嘛。 所以你會寫一個近似於2.36乘10的7次方。 所以,如果我是取三位有效數字,我就會說,台灣的人口數是236000,這麼多。 好,因為取有效數字的時候,是就我需要的答案去做一個概括性的了解嘛。 我並不需要知道的那麼精確。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想說,剛才我是把運算交給計算機。 因為它的畫面受到了限制。 所以呢,它會呈現科學記號給我看。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把科學記號打進計算機? 利用科學記號去做運算呢? 其實也是可以的。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就要來使用計算機,然後進行科學記號的輸入。 好,那所以當我們想要把計算機上面打入科學記號,我們該怎麼做? 這時候,我們來看計算機上面。 等一下我們就會使用到兩個按鍵。 第一個按鍵呢,是這一個,exponential。 它是用來形容科學記號的次方。 那有時候呢,因為你很大的數是10的正整數次方嘛。 那你按完這個就ok了。 可是如果你是很小的數,你會發現剛剛那個3除以123456789嘛。 它會出現負的。 那負的呢,你在這個畫面上是找不到的。 好,有一個地方要注意就是這一個。 正跟負在一起的這個按鍵。 它可以幫你輸入負的次方。 那我們現在想要在計算機上面輸入科學記號,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來利用那個exponential的按鍵。 所以我們現在來輸入1.23乘10的15次方。 首先呢,我們就先按1.23。 再來我們就按這個exponential的按鍵。 這時候你會發現這裡會出現右上角有兩個00。 那它就是讓你來輸入10的幣次方。 現在你要15次方,你就按15。 你就會發現它寫的是1.23,上面有一個小小的15。 就代表了1.23乘10的15次方。 那如果說我要輸入非常小的數, 比如說我要輸入3.6乘10的-8次方。 那首先我把這個結果先清空。 那我們就按了3.6。 那我要10的-8次方呢,我一樣按這個exponential。 這裡會出現兩個00嘛。 可是我要有-8, 所以我們就要按這個加跟減在一起的按鍵。 你按一下會發現它出現一個負號。 那接著呢,我要按8次方嘛,對不對? 它有兩位喔,所以你要按08。 這樣子你就會得到一個答案叫3.6乘10的-8次方。 好,這是我們如何在計算機上面呢,去輸入科學記號。 也就是說,你做了很大的數字計算,它會以科學記號呈現給你。 你自己也可以在計算機上面輸入科學記號去做其他的運算。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們就也可以在計算機上面進行很大的數字的四則運算。 那這個部分呢,主要是介紹科學記號的計法,還有它的一些規定。 另外呢,科學記號主要的功能是用來處理很大的數跟很小的數。 那我們也可以在計算機上面自己輸入科學記號。 因為以後,如果我可以輸入的話,我也可以用科學記號來進行四則運算,處理更複雜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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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